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讲讲就是奥迪广告 现在说侵权侵权了小满的创作的诗歌 所以因为侵权导致下加拉 然后可能还要面临一个侵权的赔偿 所以对这个侵权这件事 看你怎么理解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保护知识审权 肯定是需要的 而且现在从大方向来讲也是政治正确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有很多知识产权 他们的知识产权要求可能比中国多 但是实际上这里头这个保护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限度 还有一个证据 其实好多这个话 你比方说我哪天听见一句话说的挺好的 这话最早谁说的 我不知道啊 而且呢 你现在我们从小写作文的时候 都是说看见了好词好剧记下来 然后你自己以后呢 给人写东西写作文 那当然你工作就是写文案了 然后就可以用下来 我每次听见一次好词好剧 我就给他记下来 那么你现在呢 你用了这些好词好剧 现在呢 就是说你都可以算作呢 金权 因为人家呢 现在的话呢 有好多金句嘛 微博的话呢 你很短就140个字 对吧 而且呢 有些还很多的金句 就是这个微博的 而且我也发现呢 我的微博啊 被抄得很厉害 而且有的抄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因为有些事 我是澄清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事的时候 他都能圆风不动的 一个字不落的 给你抄下去 抄下去以后呢 当然会给人家 很多不同的想法了 这种事还不是说 简单的一个抄的事了 前边我也说过这个事 其他的呢 你说过什么话的时候 那就更多了 因为你这个事 你说了这几句以后啊 可能呢 马上有人说 马上有人说的时候呢 他说的又被另外一个人抄 实际上这个事 变得很复杂的是在哪 你怎么证明 你说的是最早的 当然这个事呢 处在这很微妙的 你怎么证明你是最早的 怎么证明这句话 自古没有啊 对吧 我虽然说我在微博里 发了这个 是我创造的吗 是我要求版权的吗 但是我发表的 有好多事呢 那可能我在古书里 找的典故 人家那个版权早过了 对吧 早都过了 他的版权保护器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创作呢 其实这里头就牵扯到 你多大算一个作品 可能我发明了个词 你说你发明这个词 算不算作品 我们发明这个词 可能没几句 你没几句算不算作品 所以这里头的这个度在哪 其实现在啊 中国呢实际上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 它好多事呢 你其实是要司法解释的 你说的其实并不长 你就说了那么几句 当然有些的话呢 你看那个好诗 就是两句话嘛 对吧 正常的话呢 两句话 每句话七个字 甚至每句话五个字 就是十个字 或者十几个字 然后呢 你向这个社会上传播的时候 我听到了 我就说一下 这个算引用吗 这事的那个差别就是在这 我在引用的时候 我要标识是谁最早出来的吗 那谁是最早出来的呢 可能我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呢 我是认为这事是有推手的是 在哪呢 最希望这个很短的小句子 都能标注上产权 都能标注上版权的 现在不是没有技术手段 现在要干这个的呢 就是炒得非常热的元宇宙 元宇宙下边有一个呢 叫NFT 就是说我最早说了这句话 这句话呢 可能就差不多带了一个 那个NFT 就标着算我数字产权 以后大家 谁要说的跟这个词一样 哪怕呢 是你偶尔的巧合 那么对不起 说这个词的 得给我付钱 所有引用的 得给我付钱 然后呢 可能你还不知道 不知不觉的做成中呢 你已经给引用了 然后呢 你可能你引用完了以后呢 你做个什么广告片了 做一个什么的 你要不给他付钱呢 把它摘掉的代价可能更大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在这个元宇宙出来以后呢 它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种很短的地方 就要付钱 所以这个知识创作 多长要付钱 多大要付钱 以什么是付钱的尺度 其实这个尺度 并不是说很清晰的 而且呢 这个尺度是很模糊的 这个里头 你可能的话呢 我发明一个词 大家叫好了 叫开了 你说我发明这个词 我就收费吗 这样好些事呢 如果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可能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 可能会出好多事呢 像这样的事呢 关键是什么 以后所有的话 可能你说的话的时候呢 你都要去看一看哪能标注了 哪个话是否那个人家 已经标注产权了 你像网络上不是就诞生了很多 那个网络词吗 对吧 对这件事 我带这个网络词 我是记得 我就可以觉得 这事是细思极恐 或者细思恐极 那你这细思恐极谁发明的 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说能有发明的 谁要是说第一个发明的 以后别人再说细思极恐的时候 都要付点钱 尤其人家做好了节目以后 说的时候要付点钱 这个影响也很大 所以这事到底影响多少 到底有多大的 多长要付版权 这个版权这词哪来 然后呢 你这个还分善意恶意吗 你这个词的话呢 你如果像这种词的组合 一旦就说这个 十几亿人去组合 就这么多汉字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 也确实会有偶同 谁先说的 谁说完了以后 几十年内 别人跟着说 可能都会要输钱 可能他开始没让你收钱 但是版权标在那呢 有朝一日 突然某一天说 再说了要收钱了 但是这话已经成为流行语了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呢 说了以后 写文章以后 用了以后 都会成问题 包括呢 咱出本书 书里头你用了点流行语 哎 这流行语有版权 所以有些时候呢 这个版权啊 也不是能滥用的 一方面要保护 一方面不能滥用 这个边界在哪 尤其是这个网络 虚拟起来了以后 就要讨论讨论 尤其这个元宇宙 来了以后 又加上了这个 所谓去中心的 那些手段 数字手段以后 就更要讨论讨论 其实这个事 我是认为呢 是有背后有推手的 就是这些数字的 要做这些数字世界 版权世界 要赚钱的这些手段 因为要有了 这些手段以后 你会知道 让你付钱的地方 多着呢 这就跟当初织网似的 开始觉得 他干了一个好事 到后来的时候呢 他把你勒得 疼得又疼 那么这个版权的事呢 一旦这个版权 要滥用的话 其实可能会造成 同样的效果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再见